据说如果有人向你丢手榴弹时 用手枪射击手榴弹就能避免受伤 那么手榴弹到底会被引爆还是机会 或者原路返回炸死敌人呢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 亚当和吉米决定亲自进行验证 但在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打靶训练 以确保实验时能精准命中飞来的手榴弹 而首先练习的是线弹枪 虽然这是最基本的项目 但吉米总是慢了半拍 以至于在几轮射击中完全脱靶 但在教练的指导与反复练习后 吉米的枪法有了明显的提高 而亚当在训练之前踩到了斗尸 以至于每一枪都精准命中 但这次射击的目标都是逃死飞吧 为了能模拟真实的手榴弹 吉米用高压气泵打造了一个发射装置 他能将手榴弹大小的油漆弹发射至所需的高度 并且他们会从正面进行射击 可这对两人来说更容易击中 似乎射中手榴弹并没有想象中困难 因为线弹枪的射击面很宽 于是他们升级了训练难度 并且由吉米向亚当投掷哑弹 而亚当则用装有油漆弹的手枪进行射击 然而这次却难倒了亚当 连续几发子弹都成功脱靶 显然单发的手枪不如线弹枪好用 直到他射出了几缩子子弹后 才顺利击中了哑弹 可当手枪子弹击中真的手榴弹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接下来他们决定冒死用真家伙进行实验 亚当用加厚的防弹钢板 在试验场搭建了一个防爆屋 以确保自己在实验中不会被炸死 吉米则打造了一个排爆机器人 当手榴弹出现问题时能及时处理险情 而手榴弹在拔掉插销后 顶部的撞针会翻转撞击产生火花 从而点燃中间的岩石影信 经过大概5秒的岩石后点燃底部的雷管 进而引爆手榴弹的高爆炸药 下面他们将用不同枪支 在岩石期间射击手榴弹 看子弹在击中手榴弹后会发生什么情况 首先测试的是线弹枪 在远程点燃岩石影信后 亚当立即扣动了扳机 然而手榴弹并没有发生爆炸 而通过高速相机他们发现 手榴弹在被子弹击中的瞬间就已经粉身碎 这说明手榴弹确实能被子弹击毁 紧接着他们又用手枪进行了测试 虽然雷管被成功点燃 但却没能引爆周围的高爆炸药 因为子弹精准地消掉了影信和雷管 这就意味着手榴弹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最后他们拿来了一把狙击步枪 这才是本次实验真正的火力 它又能对手榴弹造成什么影响呢 这次手榴弹在被击穿的瞬间发生了爆炸 因为里面的雷管对压力十分敏感 而狙击枪的超高速子弹能对手榴弹造成巨大冲击力 足以让雷管提前被引爆 但手榴弹的有效杀伤半径达到14米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范围内击中手榴弹 同样会当场开袭 而想要用狙击枪在这个距离外击中手榴弹 估计比重500万还要难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在家尝试